说到室内和赌场都关系 刚刚出了4月份的赌收 澳门那边4月的赌收26.777万澳门元 按年跌了6.8 按月跌2.7 这个数字肯定差 但是大家是否看过往的数字呢 还是会看刚才一些出油的数据 或者人流方面 3-4月全年的低位可能都肯定了 但是可能5月会见到的人数上 会多一些人回升 会不会意味着5月的赌收都有机会回升呢 我想看回旧的数据 4月份就确实不错 也都创了近段的低位 但是如果看回黄金周五 5月1号 5月2号 那个入境的数字 其实就不是太差的 是OK的 这方面其实也是对澳门那个赌场的生意 也好 或者是留意业业来说 也是有一个好的开始 以免份来说 而我们看到 疫情虽然也是严峻的 但是看到 譬如全国也好 整体的数字 或者上海也好 其实那个情况也是逐步受控的 这方面似乎市场就开始反映着 内地疫情是逐步缓和的情况 从而就令到澳门倒业股那方面 有一定的趁体吸纳 或者一些的买盘重新出力的 而大家都相信 就过了之后 当疫情过去之后 其实澳门的倒收也有机会是相应有一个强的反弹 加上香港这边的疫情 也是有放缓 未来会不会探索一些港澳资兰的通关 这方面也是一个趋化的因素 所以今天都整版的倒股 分别升1至3%都不等 说到这个5.1黄金周的倒收 以往每一年就 捋住了下去5.1黄金周 或者新年那些旺季 但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说 这个旅游旺季 现在是不是会出现一个长尾的效应呢 就是除了在高峰期之外 之后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效果 其实都会慢慢浮现的 今年会不会都是同样情况 就是可能5.1未必那么高峰 但是那些人会去的话 疫情放缓之后都是会去的 变相就是全年瘫痪 或者之后可能都还有多几个月的 慢慢利好的反应 你觉得会不会这样出现呢 我觉得绝对会的 因为始终今次 或者黄金周这个情况 就受到疫情的影响 现在来说疫情是有机会受到控制 自然就会推动一些去澳门的旅游的需求 这方面就一定有一个强的需求 就是去澳门旅游 特别是广东省与珠海 这些近的地方去澳门旅游的需求 都是很大的 所以就会摊分了在 譬如说其他的时日 或者可能传统的淡鬼 其实都会有一个持续的旅游的需要在这里 所以我自己觉得是会有一个 跟正常的旅游的淡黄季有点不同 可能今年来说就一些传统上淡的日子 可能因为疫情是受到控制或者放缓 没有那么紧要 而令到那些时间会比较旺一点 所以这里就会有一个场面的效应会出现 我也相信是有这样的情况